我們說到信任的問題 信任其實這麼形容吧 就像西瓜汁滴在這個 白T恤上一樣 你可以洗掉 但是會留痕跡 所以如果這個信任 在一開始就出現了 一定的裂痕的話 那到後來想要再彌補的話 所有的事情都會很難 你可能因為第一開始的信任 出現了危機 然後之後所有的事情 你都會浮想連篇 那我想跟女生說一點 就是你身邊圍繞很多優秀的男生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男閨蜜也好 但是在男生看來 不管你心裡面怎麼想 他看到的是你的行為和行動 可能男生有一點太黏著你 這是他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給到了他什麼樣的回應 有沒有讓對方感受到 這個行動帶給他的一種安全感 其實往大了說 你們兩個人的人生價值觀不同 男生要的是安穩的日子 父母健康 然後不久之後再要一個孩子 這是你對人生的一個規劃 可是女生不同 是需要一個更廣闊的舞台 他要先實現他自己的人生價值 再去考慮你們兩個人的未來 所以如果你們兩個人排序的話 他在你這排第一 你在他這排第二 甚至還要往後 所以如果沒有共同的價值觀 沒有共同的興趣愛好 沒有兩個人一個共同的方向的話 就算結了婚那又怎樣 你繼續留在北京陪他奮鬥 然後可能最後等來 也不是你要的那個結果 好吧 謝謝 好 謝謝沙老師 小夥子剛才說 你對他很好 對 其實我 你在這裡 大臣 不可不可不可 在那邊 在那邊 睡覺 不著不可不可 不可不可 有什麼事情 要有什麼事情 不可不可 不可 要是 我有什麼事情 是 每一個事情 無人 在那裡 有什麼事情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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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